若智人士協會屬下的啟康中心開幕 為16歲以上的智障人士提供日間訓練和復康服務 社工局局長葉炳權表示 當局已啟動殘疾評估設定工作 並且會繼續增發資源提高社會服務的津貼 進一步完善復康服務 楊華東報導 社會文化師師長崔聖安等主持啟康中心的開幕儀式 社工局局長葉炳權表示 市場人士服務是特區政府在復康範疇中 一個重點關注的領域 通過政府和服務機構以及加進合作 明年會繼續增發資源進一步完善復康服務 較大幅度提高對各個社會服務設施的經常性的遵作 接著有關單位他們穩定人力的資源 並且推動社會服務團隊 向一個專業化發展這個軌道 而且同時社工局也都已經啟動了殘疾定義和殘疾評估系統的設定工作 並且期望我們能夠在2008年的上半年裡完成 而啟康中心是由社工局和藥師人士服務協會設立 可以為41名中重度的16歲以上資障人士提供日間照顧服務 以及康復訓練 中心亦設有治療室、訓練室以及護理室等 除了對資障人士提供照顧以及康復訓練 亦會協助以及輔導他們的家人正確面對子女的成長和需要 還是會保持的呢? 了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